门口摆上小柜台 疫情期间热销的快筛试剂 现在机关署开放全台四千五百家药局 不用看证件免费索取 有路人经过不拿白不拿 有民众家里还很多 谢了先不用 机关署说要发挥库存防疫物资最大效益 并保护脆弱族群 早期监测及时治疗 毕竟一到三月新冠疫情再升温 COVID-19并发症平均一个月出现 两千一百五十八人 期间死亡人数飙升到流感的八点三倍 只是才刚发放 基层钥匙就发现 有的快筛六月一号就到期了 剩下不到一个月要怎么发 抱怨凹药局处理垃圾吗 到底买多少囤多少 浪费多少公帑 更有基层钥匙埋怨 没填单也没申请 莫名其妙接到发快筛任务 是该怎么办 没有回复 适同同意 这个不是一个民主象征的一个表征 把我们社区药局当成政府的仓库 所以这个部分 药师是抱怨连连 要我们社区药局去把这个垃圾去处理掉 快筛的部分的话是 大家是同意继续为我们的民众来做服务的 那因为过去也都一直是这个样子 相反意见的当然可以跟CDC来做反应 卫福部和药师工会 感谢台湾广大药师付出 至于长照机构和弱势族群 也持续在进行发放 强调这次免费发快筛政策 不限资格 人人可领 继续守护国人健康 民事新闻女生陈生汉台北报道 COVID-19来势凶凶 民事新闻为你提供最正确的防疫资讯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四选五十四选二十加入民事新闻台